我第三个要缅怀的是 我们尊敬的蔡同龙蔡公投 蔡同龙一生拼公投 出钱出力 多次举办大游戏 他为了推动公投 1999年 他甚至为公投绝食 11天瘦了7公斤 还送1 也因此蔡同龙被民进党尊为蔡公投 但是就在蔡公投为公投奔走的同时 我想请教徐国勇部长 你可以告诉我蔡英文在哪里 我告诉你 蔡英文正在总统府里 吃着国民党的党国奶水 是被国民党重点栽培的明日之星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应该非常瞧不起蔡同龙 否则他不会一当上总统才三年的时间 就把蔡同龙的蔡公投 留下着民主的神主牌砸烂 然后把公投绑大选废掉 变成了蔡英文蔡沙同 蔡同龙把人生奉献给公投 他说有意义的是 要用生命去拼 蔡英文把公投关进了铁龙 当总统三年 就把蔡同龙用生命拼了一辈子的公投绑大选 阉割掉 我第四个要缅怀的是林毅雄 我今天的服装 就是特别为了缅怀林毅雄而穿的 林毅雄四次为公投千里苦行 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 令人万分的尊敬 他说唤醒台湾人民做国家主人的意识 培养人民行使主人权利 承担主人责任 以达成人民做主 真正的当家做主 林毅雄也因此博得了林圣人的美名 我永远忘不了2017年的林毅雄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举办接力禁食 民进党在林毅雄中的压力或者感召之下 修正了公投法 降低公投的联数跟成案的门槛 投票的门槛 也明定因公投绑大选 林毅雄感动得欢呼 这是台湾民主发展重大的里程碑 但也不过就一年半的时间 蔡英文修二公投法 把公投直接废掉 绑大选废掉 变成两年才能够公投一次 蔡英文的阳谋非常的清楚 因为她知道 从历次公投来看 如果没有跟大选一起举办 要有四分之一有投票权的人 出来投下同意票 那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全国性公投要超过五百万张同意票 是难上加难 所以呢 只因为2018年公投 绑大选的结果不如蔡英文的意 蔡英文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公投绑大选废掉 粗暴的没收公投 我相信林英雄此刻的心必在堂起 林英雄白梯上面的那四个字 人民做主 变成蔡英文的人民做奴 林英雄高声颂战的民主里程碑 被蔡英文变成了民主大墓碑 林英雄很痛心 他痛心到只能躲起来 他的脚软了 他没有办法再苦行 他的胃空了 他没有办法再进食 他的舌断了 他没有办法再发声 没有关系 林英雄哑了 那就让罗志强为他喉舌 让我来帮林英雄 帮蔡同龙声讨公投的叛徒 民进党公投的叛徒蔡英文